OK 准备再度高声欢唱 翩翩起舞 开怀大笑及轰轰烈烈爱一场 Mamma Mia 在全球缔造6亿美元的惊人票房成绩的10年后 全球观众影迷将再度回到充满神奇魔力的希腊卡洛凯利小岛 欣赏一部根据超级天团阿爸合唱团筷智人口的动听歌曲 全新打造的原创歌舞片 除了该片的全体演员再度回归之外 新生代票房女星莉莉詹姆斯 先女其言玩命在劫 率领的全新卡斯也加入演出 这部音乐剧 这部音乐喜剧片将于2018年暑假抢挡重线 这为什么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剧情啊 认识的 好啦我先讲我自己的那个 你们有人看过Mamma Mia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我看过歌剧 有看过歌剧哦 那 那歌剧好看吗 你说的好吗 我有看过电影版的 可是我不太懂为什么 台湾现在才有 现在才有吗 台湾不是这部是续集 就是他 因为第一集是那个美丽史萃普主演 然后这一集其实美丽史萃普 到最后面才出现 对 那我看过第一部的电影跟歌剧 那你喜欢第一部吗 对 喜欢 嗯 喜欢啊 那他是在讲什么 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其实我都我也没有看第一集 他们是不是在找爸爸 应该是女孩子在找爸爸 结果发现妈妈有很多 他有好几个很有可能的爸爸 对 好啦 这个 上一次他们欢欢乐乐结束之后啊 正这一次啊 是在讲大概十年 你真的差不多就是十年过后的事情 就是那个 美丽史萃普演的妈妈已经过世了 然后那个 可是那个女儿啊 就还是留在那个地方想要把那个 把那间店把他经营起来 然后把他弄 就是把他弄的漂漂亮亮 然后就是他们决定在开幕那天呢 要请大家来吃 来来那个开幕的时候 要请大家来吃饭 这样子 但是故事其实是非常慢的 你知道 因为他其实就是讲一讲 然后就开始唱歌 然后再讲一讲 就想到他妈妈 然后接下来故事会转到 过去 就是 这一次就是会 会有一个前传 你知道 就是会有那个妈妈年轻时候的故事 然后怎么样来到这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可是呢你知道 因为他是音乐剧 所以他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 他也没有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 就是不会有什么背叛啊 干嘛 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豪迈的妈妈到处 找到帅男生 然后照那个帅男生 每个人都取悦他 然后他都不小心跟人家 来了一发 这样子 然后就会唱歌 这样子 他其实就是讲没意思说 我年轻的时候 是怎么样 认识这些男生 可是呢 我 这部片啊 基本上他的剧情是非常平顺 就是他没有什么意外 没有什么任何意外 基本上就是听歌 对 然后这个再看歌舞表演 那如果你喜欢阿爸的话 你就会很喜欢这部片 然后可是因为 应该是说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唯一一个被打动的那个场面 是最后的10分钟 就最后10分钟的时候 梅蒂池翠普回来 然后回来的时候唱 就是唱了一首歌 然后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竟然很感动 非常感 就是看到那我竟然有点想哭 但是也就只有最后那边的10分钟 前面的部分 就是很快很开开心心欢欢得的 就最后10分钟的时候 是在讲说 那个女孩子他 生了孩子 最后就生了孩子 然后再找到山坡上 然后大家要给她 给她的孩子受洗 然后给孩子受洗的时候呢 就是 他做穿插 做穿插的时候发现说 他的 那个女儿就是 生下来的时候也在那个教堂 受洗的 然后这时候就深情的对唱 然后梅蒂池普突然间出现 就是意思是说 他其实一直照看着他 然后那个 看着他女儿 然后就说他多爱他 可是我那真 那时候我才真的感觉到 梅蒂池普回来真的非常厉害 那其实那歌不是他唱的 好 就是啊 那个妈妈咪阿的特色 就是特色之一 就是所有的歌其实本来都不是原唱唱的 对啊 可是他就是有办法就是让你 就是表演的时候 让你觉得说 哇 那真的是他唱而且 还很深情 深情到你就是有点感感动 因为他那一段最后一段其实是 他 在讲说 他有多爱他的女儿 那 这就是表演啊 演技很厉害 就是光是靠表演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出来 妈妈跟女儿之间心有灵溪啊 然后什么 然后什么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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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浦瑞 我真的觉得 亚莫塔塞浦瑞 很漂亮 他就是一种 我在看他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最近 才看再重新看了那个西雅图夜未眠 有人记得下午夜未免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但那个什么老一辈的应该都知道这这部片 梅格莱恩 然后梅格莱恩啊 但是他 我在看那个西雅图夜未眠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每个人真的太漂亮了 就很美 就是光有的时候光是静静的看着他就已经是一种 一种享受 就是 你只要看他 巧笑言析 看他 有的时候在想事情有的时候 那个什么 眼睛在那边转啊 然后在那边古灵精怪啊什么的 你就会觉得 整个画面赏心悦目 我觉得那个 我在那一刻就觉得我这就是巨星 他本身就是完全具备吸住你的那个眼睛的那个 的能力 就他真的不需要干嘛 他就站在那边 然后你就觉得我 真的好漂亮 就好像 就是光是看着他就 那个 在表演 你就已经是一种享受 然后亚伴达塞佛瑞的那个外貌啊 其实也有类似的那个 有类似的功能 他是本体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可爱的女孩子 他像 他有说 嗯 你说什么 what 他不是 他不是被调侃像咕嚕吗 他像 咦 像咕嚕吗 我一直都 外表啦 外表 外表 他那个 有说吗 好吧 可是 塞佛瑞的 应该是说 雅曼达塞佛瑞的样子啊 很 就是他 他就是很甜 他长得非常非常甜 嗯 是那种 那个什么 武官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所以 他如果在 他如果在美 在台湾的话就是那种 偶像女明星 就是那种超可爱的偶像女星 就是他不是他不是长得丑 他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可是也是因为这样他可能就是在 那个 同辈里面他算是比较少出来的 我觉得他他最近这几年好像几乎基本上没什么电影 他最近 他前几年有一阵子挑片都挑比较差啦 所以就 就深思就有点往下 对啊 但是他在拍这部片的时候 我觉得 哇这十年 他好像也都没什么变 他还是飘飘亮亮的 可是 比较少出现可惜 对啊 还蛮希望再能够再多看 多看一点他的电影 你知道吗 就是 应该是说我在Netflix看每个来人的时候 我就想我还想再看多看每个来人其他的片 结果只有西雅图夜未眠 真是 太难过了 你知道吗 有穿越时光爱上你的 有吗 哦 但穿越时光爱上你的 每个来人已经是他比较后期了 你知道 你想看他多早期 他有一阵子 那个什么 一直都拍浪漫爱情片 就是那个 西雅图夜未眠啊 然后 为你疯狂啊 然后 那个电子情书啊 X情人啊 那段时间他几乎每次每部拍的片都 都很厚 好吧 我那时候后来在看那个西雅图夜未眠的时候 也在觉得说 哇 这个时候的美国啊 其实是很 行有余力的 就是他们的那个故事内容 其实是非常浪漫 然后非常生活的 就是那一部分 其实有 我都觉得有点不像美国片 有点像欧洲电影 就是他很很平顺的在讲两个人的日常 然后到最后两个人才在一块 那应该是说90年代初期的 美国片 其实 对 还蛮 就是应该是说他们的文艺爱情片 其实跟欧洲的文艺爱情片没有差的太多 只是这几年来的那个电影的那个节奏越来越快 然后这这类的片 反而就没有那么容易出现 对啊 但不过也许也是我最近这几年没有在看什么爱情片的关系吧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OK 好吧 对我那个关于那个妈妈咪亚的第二集 我没办法说的太多 对 因为我就是享受完他整个那个音乐 然后觉得音乐很好听 对 但是剧情部分 我觉得他其实是比较平稳的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 再去多说些什么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 有一个孩子 明天找他母亲 两个孩子 能从你勇敢的开始 快走自然 你都能希望 他靠心 看完你 心静善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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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